新疆维吾尔治治区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福地 周边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巴基斯坦 蒙古 印度 阿富汗斯坦八国接壤 在历史上 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中华学社讲座系列 今集请来了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王蒙教授 以放逐与其原 我的新疆十六年为题 讲述文革时期 他在新疆十六年生活的体验和趣事 他在新疆劳动锻炼 用坦然开放的心去面对困难 学习和欣赏维吾尔民族 和他的文化 大家好 我先稍微说明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放逐啊 我去新疆并不是 从表面上看 起码不是被放逐的 是我自己要去的 我所以用这个词 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经验 也不是由于对苏东坡的这个爱好 而是2000年呢 我去过一次杜波林 到这个爱尔兰 我去过一次杜波林 到这个爱尔兰 我去看那个 James Choice的他的一个纪念馆 他让人卖一个文化山 是这个James Choice的一个话 他说对待这个世界呢 我有三种办法 一个是silence 一个是excel 一个是canning 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 这个James Choice 怎么有点中国人的味啊 这个事 是不是他读过老庄的 这个东西啊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的呀 这个 杜甫的话 就是文章赠命答 到李尚寅那儿呢 就是从来裁命两相防 所以我一想 我觉得很好玩 这个 连James Choice 都要自己搞 对自己的excel 当时呢 是因为啊 文革前夕 这个政治空气 越来越 让你待不住 结果当时 我正好有一个机会 在中国文联的读书会上 这个读书会实在是 这个 真是非常可爱 读书会的内容呢 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 每天呢 上午呢 让你就看 所谓反面教材 苏联的这些 文学作品 什么这个 这是1963年的秋天 经过60年 61年 62年呢 大家这个 肠胃方面 口服方面 已经觉得很差了 可是在那儿一批休呢 吃的呢 也不是很好 也赶不上香港 但是比家里吃的好 总还可以有个什么 炒鸡蛋 肉片啊 这个一类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过着幸福的生活 披着苏联 看着苏联电影 而且我认识了 几个城市的文联的 负责人 北京奇坏 北京派了三个人去 三个人都是戴过 右派帽子的 所以这个北京 北京市 是有他的特别的 北京派三个人是谁呢 一个是我 一个是隐寿石 他画画的 他也是 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 弄了一个右派 还有一个是中静文 中静文也落马 我利用这个机会呢 我有一个活动 我就去新疆 而且我认为去新疆呢 在那个年代 离开这个政治的中心 我觉得我太棒了 因为那个年月 在政治的中心待着 很简单 文化革命中 我至少要打断两条腿 一条腿不可能的 因为夏衍先生 他是一九二几年的党员 二十年代的党员 他被打断了腿 更多的情况下 是把性命都会 都会搭上 我当时我分析 我说到新疆 这事儿 比较好办一点 因为新疆呢 大家强调的是 热爱祖国 热爱边疆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新疆的呀 可是 我觉得比那个 在政治中心 会好一点 民族团结 你想想 我没去以前 我已经觉得 那时 已经是 非常之美好了 是这样 现在呢 我就讲讲 我到了新疆的几个故事 一个是我到了新疆以后呢 我还是有正式的身份的 我仍然是 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 当时新疆文学的编辑部的 一个编辑 但是很快呢 就是当编辑也不行了 因为这个 往文革嘛 所以这个自治区党委啊 文联的领导人呢 他们个人跟我关系都非常好 他们就觉得这个 王蒙在这儿目标很大 很麻烦 这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就是什么东西 都能想出办法来 没有办法的时候 才能想出办法来 就找我 说我们觉得 目前这个情况 你最好的方法呀 是到农村里去 劳动锻炼 这锻炼 exercise 这多好呢 是不是 你不锻炼怎么行呢 这个是永远不会有 你从哪边解释 无懈可击的 是不是啊 我们请王蒙先生 去锻炼锻炼 对不对 于是我就去 去锻炼去了 是这样子 1965年到了伊犁 而且明确地告诉我 我们给你找一个 好一点的地方 伊犁为什么是 好一点的地方 第一 把甘肃省的孤儿院 全部迁到伊犁去了 因为甘肃省 那时候要饿死人的 伊犁不饿 1965年7月和8月 伊犁市 废除了粮票 但是很快又被上边说 你们怎么能够 废除粮票呢 那个起码就是说 是可以吃饱的 那两个月吃的 不但饱 而且有点过饱 是这样 还有 还有他的农村 和有些国外的情况一样 农村里是养奶牛的 他是那土奶牛啊 就一天出个两三公斤 最多的时候 可以出到四五公斤的奶 所以我在 在那锻炼的时候 我是喝着牛奶锻炼的呀 是不是 我不知道咱们这儿 肯定也有大陆来的人 你们谁在六五年的时候 能经常喝到牛奶 过来和我比一比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就住到这个 一个农民的家里头 我住进去 他那么一个小房子 只有四平方米 那个门呢 它是不严的 门就留着这么大的空 所以我住进去 过了三年 就来了两只燕子 在我那个门上边做钞 这一做钞可不得了 满村都是维吾尔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维吾尔人 他们说来了一个善人 来了一个好人 是不是 因为很简单啊 坏人他要遭见生灵的呀 他见着鸟 他不去掏鸟窝 就去抢鸟蛋 他连鸟他都要害的呀 我是一个最爱睡觉的人 我不知道牺牲了多少睡觉 因为夏天的时候 他从三点五十分吧 他就 两只夫妻俩 就在那开始说情话 后来他们孵出小鸟来了 四五个小鸟啊 就在那 就在那说 我每天就跟他们一块 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说的这都是第一件事 我觉得很可爱 第二件事更离奇 渐渐的我就认识了很多维吾尔人 而且我努力学习维吾尔语 待会儿维吾尔语 待会儿我再给大家显摆 这个我们农村的人的一个亲戚 伊犁党校的一个教师 他叫土耳地苏菲 有一天他请我到他家里坐一坐 在那喝奶茶 喝奶茶他就告诉我 今天你不要走 我待会儿有重要的客人来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客人 这个客人个子也不高 穿着一个大衣 他把大衣围起来 就这样就接着 我说这是什么客人啊 像一个贼啊 然后一介绍 了不起的人物 返修医院 本来叫友谊医院 返修医院的内科主任 然后他从来到这个 这里头掏出一个瓶子来 药用酒精 药用酒精 说今天我们要喝这个当酒 我说这个药用酒精 怎么能喝呀 你知道什么 我已经喝了两年了 好得很 然后他就从缸里边 咬了一咬子凉水 跟着药用酒精 这个做起来 托尔利苏菲的太太呢 是乌兹贝克族 哎呀人长得 现在我要说有点不好意思 他长得太性感了 我跟你说 让你看了以后啊 让你产生很多美好的思想感情 然后他给我们就炒菜 炒羊肉炒什么 然后开始喝酒了 这个但是这个儿童请勿模仿 这个喝药用酒精 我觉得还是有危险的 但是当时我是喝了 喝着喝着酒 这个内科主任 啪一拍桌子 说托尔利 你知道人家老王是什么人吗 这个托尔利苏菲说 老王什么人 他是一个 一个 他叫亚族 就是writer 他是一个writer 他写作呀 我怎么知道 写作 他是苏联的斯塔林文学奖获得者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很害怕 因为我当时那种身份底下 我在那儿劳动 锻炼 锻炼锻炼 冒充斯塔林文学奖获得者 是不是 我说没有没有 两个人都过来了 老王 怕什么 得了斯塔林文学奖 就是得了斯塔林文学奖 是不是 有什么可怕的 你就是得了斯塔林文学奖了 这个 这个内科主任说 今天上午我还找出那个旧报来 塔什干出的报 有你的照片 在克里姆林共 这里我评论一下 这些维吾尔人呢 他们是很精明的 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非常的坏 但是伊犁这个地区 跟苏联的影响很大 他们实际上有一种 对苏联的 起码不是那么坏的那种想法 所以他提出来 我得的是斯塔林文学奖 因为斯塔林呢 是已经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了 但是中共的这边呢 还相反的认为斯塔林 什么三七开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 所以他强调是斯塔林文学奖 他不能说是列宁文学奖 因为列宁文学奖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 搞出来的那个奖 他都是很精明的 你看人家说这个 完之后这两个人越说越激动 我不敢再跟他说了 我再说他一喊呢 全党校的人都过来了 都来看斯塔林文学奖获得者来了 是不是 这个我有嘴说不清楚啊 然后一直两个人激动 到说到什么程度 斯塔林曾经接见过 曾经和我握手 而且这个真理报 消息报 这个阿拉木图真理报 这个塔什干真理报 都刊登了这个图片 我一直就糊涂啊 我是喝酒说醉 有化石油啊 怎么能喝到这个程度呢 所以后来过了 这个事过去五十年了 我问这个新疆的一个老领导 司马耶埃梅提同志 他当过副委员长 当过什么国家民为主任 副总理 他就跟我说 说这个老王 你一个写小说的人 这都不懂吗 喝完了那两场酒以后 他们两个人 那个内科医生 就是斯塔林文学奖 评奖委员会主任 那个党校教员 就是斯塔林文学奖 评奖委员会副主任 所以你在 1966年文革前夕 已经在伊宁市 已经在伊宁市 荣应斯塔林文学奖 在文革前夕啊 我获得了斯塔林文学奖啊 我这第一次公开的宣布这个事了 而且是在香港 在咱们这中华 这个维吾尔人 你们明白了吗 维吾尔人就是这样的人呐 他一激动起来 没有的事 他可以说的是有点 他高兴得不得了 兴奋得不得了 但是他酒醒过来以后呢 我那个奖 他也收回去了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个国事 又过了两年 大陆上有一个运动 叫一打三反 当时我的太太呢 是在伊宁市第二中学 就说要学习一打三反了 要开展阶级斗争了 从下星期起 全体教师啊 要带上行李啊 集中住宿 集中学习 这个他这个学校里头 有少部分 有40%是汉族的老师 60%是维吾尔族 和哈萨克族的老师 这个汉族的老师 就很狼狈呀 一听说是这个 要去集中住宿 尤其一些女老师 有的还正抱着喂奶的孩子 就狼狈不堪啊 跑回湖南 跑回广东 跑回北京 把孩子放下 然后到了那个集中 集中的那一天了 所有的汉族的统治 每人提着一个小包 放上牙具呀 什么东西都来了 所有的维吾尔老师 没有一个带东西来的 他们也没有讨论过 也绝对没有酝酿过 没有人敢酝酿 破坏这个政治运动 破坏文化大革命还可以 但谁也不带 当时是还有工人宣传队 工人宣传队就问这些老师 什么 没有带兄弟来 明天 明天来 明天 明天 为什么明天来 我儿子病了 病得很厉害 另外一个 妈妈病了 所有人脸上充满了笑容 明天 明天 到了第二天 明天 明天 到了第三天 明天 明天 居然 这个全中国也是没有的 把他这集中住宿 搞学习的事给他搞黄了 所有的汉族老师 也没有这个 也不受这个苦了 我太太也不受这个苦了 是不是 他何必 跑到那儿 集中住宿去呢 是不是 哎呀 所以这个维吾尔人是很奇特的 哎 他很有趣 哎 他们非常善良 那当然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不相信维吾尔人是这样的人 但是呢 他现在呢 有很多特殊的情况 一个国际上的原因 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是很近的 所以有些人居然被煽动去 跑到车城去 去打俄国人去了 南疆这边呢 这挨着阿富汗是很近的 哎 他和阿富汗接壤啊 这喀什地区 有一个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族自治县 这个塔吉克族呢 他讲的是波斯语 东坡斯语 所以他又有的人跑到塔利班 甚至跑到基地组织里都有 现在叙利亚 伊拉克 还有那个 我到那个霍城啊 霍城那是一个口岸 中国和这个哈萨克斯坦 就是他们说 口岸的人就说 说他那儿的边防啊 经常会在这个物流当中啊 夹杂武器 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那儿进口木材 一大堆木材里头 结果你一透视一看 这里有个怪东西 拿出来以后 是一品机关枪 所以他有这些国际的原因 历史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我在这儿说一下 就是这个现代化呀 对于一个 一个不发达的民族啊 它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你要接受 它的那个 先进的生产的技术 这都 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整个来说 我非常喜欢新疆 我太爱新疆了 你看看 我这个都 我跟他们都好到什么程度 到处他很宽广 非常可爱 非常美好 而且维吾尔人呢 他并不是极端的穆斯林 他绝对不极端 你到那个真正严格的穆斯林国家 他是不许喝酒的 他这个伊斯兰教 他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就是清真 叫哈朗 一个就是 龌龊的不结的 叫哈达 这个酒就是哈达克 是从那个不结 肮脏 龌龊 是从那个最坏的词来的 可是刚才我都讲了 他没有酒喝 连药用酒精都可以喝 所以他是很可爱的人 哈达克人呢 还嘲笑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做生意 喜欢做生意 在那个最最最文革当中 你仍然可以看到 维吾尔人在那 他卖叫马荷烟 就莫荷烟 一种特殊的烟草 他喜欢卖这个 葵瓜子 像是葵的这个 瓜子 而且我最可笑的是 他们很早 很多维吾尔老头 在那卖这个 刘晓庆的照片 他们从哪来的 我也 他怎么复印的 我也不懂 在那卖 对刘晓庆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这个哈达克人 拿维吾尔人开玩笑 管他们叫Sar Sar就是Sotigal Sotigal就是商人 他们这个说 维吾尔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一天 没有做成生意 他就把他的 左边的口袋里边的东西 卖给右边的口袋 你这样的人 怎么能成为恐怖分子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这一个民族是恐怖的 绝对不可能 我很欣赏 就是那个沙特的 那个外交部长 那个大记者 他讲那个 我想我们这儿 很多人都看了 那个北京的 中音电视台 也认真地放了 他那一段 就是我们不能把 对恐怖分子的痛恨 移到一个宗教身上 或者移到一个民族身上 他就是 他就 他就 哪怕你抓住 逮捕了他 一千个恐怖分子 他一千多万呢 新疆的维吾尔人 一千多万呢 所以我 一定要做好 和他们的这个 这个关系 这是伊犁的杏花 多好看啊 这个 这个北疆的 有些地方 他们说 就和天堂一样 说什么叫天堂 说你到了 北疆的草原就知道了 这个习近平主席 最近也说过 就是要让全国的 各个民族啊 都能够享受 现代化和发展 带来的好处 现在它不可能 很平均的 有的就 就就很快 比如说 那个北京大学的 那个民族学的教授啊 那个马教授 他呢就 有一个图表 就是全国的 各个民族的 城市化的速度 城市化做得最快 最成功的是朝鲜族 就是沿边自治州那边 他们呢 已经做到呢 就是将近 百分之四十几 快百分之五十一半 是城市 一半在农村 汉族是第二名 汉族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几 将近百分之四十 是现在是在城市 然后百分之六十多 在农村 但是维吾尔族呢 他就比例一下子 就低下去了 他只有 他百分之八十多 仍然是在农村 他城市里的 只有百分之十几 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 使维吾尔人呢 也欢迎发展 也欢迎这个 现代化 这个才行 维吾尔人呢 他们还特别 喜欢文学 喜欢诗 按他们的说法 因为我 阿拉伯文我不懂 所谓经文 我并不懂 可是维吾尔人告诉我 说是这个 他们的这个 这个可兰经啊 就是尸体的 它是可以朗诵的 是非常美好的 但因为我不懂这经文 我不能做这个判断 他们这个 还有一个经典 叫福乐智慧 它也是用诗的形式 来写的 这个维吾尔族的 最有名的诗人 叫铁衣服江 艾利尤夫 这个铁衣服江 艾利尤夫呢 我曾经跟他一起啊 到这个 善善县 就是离了 吐鲁湾很近的 农村里的去 到了农村里的以后 就有很多 年轻人集合起来 一个一个的上来 朗诵诗 朗诵铁衣服江的诗 也朗诵别人的诗 这个你在汉族地区 都很难找到 他们就对诗人的这种尊重 连我住的那家的房东 他本身是文盲 我没有跟他细谈过 他多少知道我的遭遇的时候 他都安慰我 他说任何一个国家 有三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维吾尔人认为 这个国家政权的 是由三种人组成的 第一是需要有国王 当然我们这个 他不一定是用国王的 就是说你需要有这个 这个元首吧 简单的说 他叫帕迪萨 这是阿拉伯语 第二个要有大臣 他叫维吾尔 这也是阿拉伯语 他说第三种人就是诗人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国家 有元首 有臣子 有诗人 所以 就是在那个 最困难的时期 在文革当中 我也可以到处看到 从哈萨克斯坦 从乌兹贝克斯坦 出版的 用阿拉伯字母 但是是维吾尔语 或者乌兹贝克语 因为维吾尔语和乌兹贝克语 是很接近的 我看过他几十本 那个长篇小说 另外呢 还有手抄本 这个 波斯的最大的诗人呢 是那个就是 卢磨兹贝克斯坦的诗人 他有的诗写得实在太好了。 我现在给大家念两首他的诗。 一个是他说, 多好听啊,就是世界。 沃尔都语也是世界, 印第语也是世界。 多好听啊,就是世界。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 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植木的黑色的毛子。 如果你把诺大的世界看成一个纸环, 我们是世界上的纸环, 我们是世界上的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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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尽还不来 起码不在一下 他非常的厉害 而且这些大诗人 他们思想都非常开放 同样是这个 他说什么 一个时候拿着可兰经 一个时候拿着酒壶 有时候我绝对的清真 有时候我洗了麻糊 就弄回事 非常实在的一个好人 一个大好人 你说人是人 然后在底下 非常感动人的严肃的话 说我要问 在同一个 蓝宝石一般的苍穹之下 你去为什么 穆斯林们 我们是伊斯兰教徒 你去看 为什么还有人是义教徒 还要把人分成穆斯林和义教徒 这是鲁玛卡样 然后你到了 他这个波斯最崇拜的是阿菲兹 他们说他对阿菲兹的崇拜 就像中国人崇拜孔子一样 阿菲兹是写的什么 那胆子更大 他说我活的时间越长 读的书越多 我越不能够肯定 我究竟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 还是佛教徒 还是印度教徒 他没有说道教 他可能不太了解 而且伊斯兰教 他对这个中华文明 中原的文明 他是有感情的 肯兰经上有一句话 为了学习知识 你可以远到中国 就刚刚我说的那个 沙特的那个外交部长 答欧洲记者问时 他又说 说我们 我们对世界的文明 起了平衡和中介的作用 我们介绍了这个 这都他有根据的 中国的一部分文明 到欧洲来 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认为 新疆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一点都不恐怖 我年年去 我这回去后 我这个很快 我又要到新疆去 新疆的风景啊 非常的优美 新疆的饭也非常好吃 而且我是觉得这样 一个人呢 你自己应该善良 你到处发现的是善良 你自己应该光明 你到处发现的是光明 这个 欧洲有些汉学家 跟我关系特别好 就问我 说你在那种情况下 在新疆待16年 你怎么活呀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变疯的 要不然我就会自杀的 我说你给我出的这个主意啊 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我说我告诉你 我在新疆 我是维吾尔语博士后 我三年预课 五年本课 然后四年是硕士 又四年是博士 然后两年是博士后 一共十七年 我谈到我 包括我谈到 这一类的经历的时候 我英语实际上非常差 我根据大家说明 但是我胆子大 那个中央电视台的CCTV9 在这个2008年 他组织过一个英语的 一个大学 关于中国作家的命运 我恶补了十几天 我当时已经七十几岁了 七十六岁了 我恶补了十几天 我跟他用英语谈的 谈到最后呢 他说半个小时 他说 你看着这么自动的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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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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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怕 在无奈的情况下 你应该选择 光明的道路 应该选择 健康的道路 不要发疯 什么事都不要发疯 在哪儿都不要发疯 当然更不要自杀 是不是 我先讲到这儿 好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